中国外交部星期二呼吁北韩问题各方保持克制 避免半岛局势进一步的升级 在中国作出上述表态前没多久 两架美国战略轰炸机 和南韩空军进行训练演习期间飞越朝鲜半岛 北韩指称美国将朝鲜半岛逼至核战的边缘 朝鲜中央通讯社指称 美国的轰炸机在北韩上空进行了核弹投擲演习 并且说美国总统川普是战争反 中国外交部份人耿爽星期三在离行记者会上说 当前半岛局势复杂敏感高度紧张 中国敦促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 不要采取商户刺激 导致半岛局势进一步升级的举动 美国敦促中国在制衡北韩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川普总统多次表示 美国对北韩的战略内心已经是耗尽 美国副总统彭斯上个月访问亚洲期间 也重新阻碍这一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